民间有句俗话叫冠字如沙子 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不孝的啃老的杀人的自杀的 相当一部分源于家庭对孩子的溺爱 自从有了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实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未成年人的思想教育也确实被逐渐忽视 青少年违法犯罪也受到了片面的保护 开始了对青少年的全民溺爱依法溺爱 严重后果已逐步显现 这种情况如果不研究不重视不禁止 会让整个社会失去规则失去公平 有可能就是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倒退 这绝对不是小题大做 更不是危言耸听 今天我就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聊一聊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教育对成人成才有哪些深远影响 个人见解不讨之处 请专家学者法律人士批评指正 第一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强调了未成年人的保护的同时 严重忽视了对未成年人的监管 可能存在司法方向上的偏颇和错误 虽然在法文当中的第二章家庭保护当中 对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但除了虐待遗弃和家庭暴力以外 其他所有的责任都基本上没有有效的监督监管 整部法律主张的核心就是一个保护 我们都知道人是有思维有意识的 未成年人也一样只是稍差一些 他的生存发展和保护很重要 但是他的管理教育更重要 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家庭到学校 从社会到网络 从政府到司法几乎讲的全是保护 对于未成年人 因为其生理心理上的不成熟 实行法律保护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保护更多的应该是生存生活上的保护 那个受教育权的保护 还有教育法 还有义务教育法 从这个生存上讲 家庭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自古以来 孩子的成长都是靠家庭靠父母 求生是人的本能 成才可不是人的本能 孩子的成长应该是管与护同步 养于教并行 我觉得未成年人保护法 只讲保护忽略监管是不全面的 改成未成年人法 或者未成年人监护法 也许会更好 第二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 在保障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严重妨碍了学校得益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严重 这可不是随便乱说 我是老师 我很清楚 我敢对我说的话负责 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 德育优先 但受高考指挥班的影响 学校教育工作重点 大多都放在了治愈上 德育体育美育 包括劳动教育 都没有真正的落实 特别是思想品德 及相关行为的教育 更是一塌糊涂 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领导明白 老师更明白 但由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 让学校老师没法管 不敢管 举个例子 学生在学校犯了严重错误 在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 老师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惩罚措施 因为特别负责任 殉教和惩戒学生而受处分 被降级被转岗的老师 比比皆是 这些老师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最负责任的老师 他们反倒成了弱者 成了羔羊 伟绩学生那边 正好相反 不能惩戒 不能开除 伟绩得不到纠正 报案的 也只是抓了放 再碰到不讲理的 不懂得如何全面管理孩子的个别家长 往往都是家长再次理直气壮的 把学生送到学校 学生耀武扬威的走进校园 扬威吐气的步入课堂 他们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英雄 榜样 大哥 班风校风会啥样 你可以自己去想 此时老师的任何说教都成了形式 成了空话 因此把德育教育的缺失 完全归罪于学校 归罪于老师 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很多老师的心 在流血 但是无能为力 这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威力 细思极恐 第三 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影响 再加上孩子父母忙于工作忙着挣钱 他们认为有法律保护 有学校 有老师 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 特别是一些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家庭 更是管得少 成就了一大批大哥大大解答 这些家长们呢 大多数都认为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致使这一部分孩子 大胆包天 肆意妄为 孩子们也都知道 即使杀了人 放了火 也用不着场命 也得从宽处理 就这种挽救为主 惩罚为辅的思想和法律保护 后患无穷 第四点 受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思想的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自然也就有了 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不追究行事责任 未满12岁的未成年人不追究行事责任的规定 这就导致了校园欺凌 校园暴力 甚至杀人都没办法彻底追究 受害人及家属的基本权益 无端被侵害 该保护的没有得到保护 该惩罚的没有得到惩罚 失去了最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也许就是当前的这个邯郸初中生 故意杀人埋尸案 社会反响这么强烈的根本原因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有它立法的依据和必要 其中也不乏对监护人的责任的镇定 但谁也否认不了 近些年来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行 在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一定程度上也包庇和纵容了 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 已经背离了立法的初衷 和民意的表达也形成了巨大反差 应该说 这本身就说明法律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单纯把这类案件当成普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来处理的话 表面上看来是合理合法合规 实际上可能是错上加错 第五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 仅供朋友们探讨 未成年人的成长的过程 是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是明辨是非识别对错的黄金时期 道德修养的教育 远远胜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更应该明确 对的鼓励 错的惩罚更应该分明 相对于正确的鼓励 错误的惩罚更应该严厉 摸棱两可 过度宽容 是对青少年成长的极端不负责任 我们生活上的随意可能还无所谓 但是对错误行为的一方的宽容 就是对受害一方的进一步伤害 就是一种犯罪 一句话 我认为 孩子的过错的惩罚更应该严厉 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就是一种挽救 小错不咎 必经酿成大祸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关乎到祖国和民族的未来 科学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 但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更重要 未成年人的监管和保护应该同时进行 这是我对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及近年来该法产生的影响的一点认识 比较主观 未免有很多不妥的地方 欢迎大家讨论